自然中繁华里 总有一方天地属于你 不给你最好 只给你最适合的 跟着小欧去看房 小欧祝您买好房 寻房专线 09-06-011-302 您好 我是小欧 不配再过 不就明天有很以后 人生燃烧此刻有我就足够 限制换约转售 什么情况条件之下 买家可以将房屋转手 买家在购房后 如遇到特殊情况 需要转手房屋 以下条件下 可以申请换约转售 可以转手的情况和条件 转手给配偶 直系亲属 或二亲等内的旁系亲属 此类转手不受太多限制 只需办理相关手续即可 符合内政部规定的转手情形 并获得县市政府主管机关核准 买家在签约缴款后 预有以下任意情形 可以申请转手 非自愿被资遣 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证明被资遣的情况 重大疾病或特殊疾病 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 证明买家或家人 罹患重大或特殊疾病 原居住处因灾害损毁 必须租屋 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证明原居住处因灾害损毁 无法居住 重大意外 致人受伤或死亡 提供相关意外事故的证明文件 继承人无意保留房产 或需变卖分配 提供相关继承文件 证明继承人需变卖房产 转手给共同买售人 提供购房时 共同买售人的相关证明 申请流程 买家必须在转手前 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以书面形式 向房屋所在地的 县市政府主管机关 申请核准 只有在获得核准后 才能刊登转售广告 及办理转手手续 限制 符合转手情形并获准者 每两年在全国地区内 只能转手一户 动房屋 小结 在遇到特定情况时 买家可以申请换约转售 但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并 获得主管机关的核准 了解这些条件和流程 能帮助买家 在需要转手房屋时 更顺利地进行操作 今天的重点 您学到了吗 欢迎有任何房产问题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与小欧一起学习哦 她也许在最后的地点 在你的身边 在你的梦魇 如果看见她 请别害怕 什么 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 看在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 就算一转风一遍 也一个眼神的触碰都好啊 我看在我们对彼此都可以让你